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比如说你非常文明地走在路上 这时候突然有一辆车急驰而过 最重要的是这当中会一直伴随着刺耳的鸣笛声 你饱受委屈 而且你还受到惊吓 你会想问我怎么了 你急什么 不过好在的是针对这样的鸣笛的行为 现在我是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 什么政策呢 从10月5号开始 严抓城市四环路以内机动车鸣笛行为 这一旦被揪了在案会抓情处理的 目前这实施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 大家的执行情况怎么样呢 稍后节目中我们会有详细报道 先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17年前健康男婴背弃长春市双山村 荷兰夫妻将其收养回国 为子寻根 全家人两次来到长春 无奈当地改建 线索渺茫 当时我妈妈发现的时候 刚出生当地也一种了 跨越万里的寻青路 首王都市 今日播出 高科技识别 精准抓拍 电子警察上线 整治市区鸣笛 能够抓取那么车辆明喇叭的 这个喇叭的声音 结合它的这个声音的声闻特征 进行准确的抓拍 临近供热 新房业主被告知欠热 这事得咋办 不知道我怎么就欠在热了 我这房子也没住 可能是毕业 可能咋的 不断了 不是都断了 他们说要问这15号 不是结局缴费吗 这样 现在交不了 这样是 是这样的 这一两天就会出去办 好不好 15号能保证你们交着 农安珠宝店深夜被盗 民警40小时 成功抓捕嫌疑人 我们当时是兵分两路的 就是说的那个一部分 沿着犯罪嫌疑人离开的 那个线路 往下去侦查 另一方面派一组人呢 就是说的 沿着犯罪嫌疑人 来的时候的那个路线 进行那个视频追踪 小阳都市带您看新闻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说 被称之为第三大污染的 噪音污染 节目一开始 我们也说到了 从10月5号开始呢 长春市的城市四环路区域呢 就实施了机动车 禁止民地的措施 并且呢 安装了电子警察 来进行监管 那说到这个 新上线的电子警察 大家又了解多少呢 我们来听一听 记者的介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是人民大街 与民康路的交汇处 大家可以看到 身后的这个装置呢 就是长春交警支队 新安装的 电子警察监管 违法民敌的 这样的一个装置和系统 它主要有三个部分构成 分别是电子监控摄像头 声音员定位装置 以及及时更新 及时滚动抓拍到的 违法车辆耗牌的 这样的一个电子显示屏 据了解 车辆民敌抓拍系统 是利用声纳采集设备 和违法取证相机 联动使用 实现违法民敌的 可视化抓拍 那么它这个 识音器呢 比较的灵敏 它能够排除路面的噪音 车辆行驶的 其他噪音 能够抓取 那么车辆 鸣喇叭的 这个喇叭的声音 结合它的这个 声音的声闻特征 进行准确的抓拍 据了解 此次电子警察 监管违法民敌系统的安装 综合考虑到 人员密集场所 学校 医院 商圈周围等因素 选择了人民大街 与民康路口 为安装试点 在此路段 上面的这种 违法民敌的现象呢 就是有显著的减少 目前我们平均一个路口 一天的抓拍量 还是有16期左右 那么根据目前的 这个使用效果 结合我们的这种 对道路交通流量的 一个调查和分析 我们在今年 明年以及今后的时间 我们还会进行 综合的调研 选取违法民敌 特别严重的区域 在陆续的新增 更多的设备 守旺都市 孙俏静泽报道 那问题来了 在这个电子警察的监管之下 各位习惯性鸣敌的驾驶员 能够做到自觉听话吗 我们要来问一下 我们的记者战斌 此刻战斌呢 正在长春市的 新民广场附近 战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朝阳区的 新民广场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附近的一个交通状况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民广场啊 它可以说是一个 长春市这一段路段当中的一个交通枢纽 因为它是 共同大陆 还有自由大陆 以及这边有这个欧亚新城 和这几大商圈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所以说在平常的时候呢 这里的车流量应该是比较大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附近的车流量 现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啊 没有出现过交通拥堵的一个状况 这并不是说今天车辆少 而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 在这里呢 安装了很多的监控摄像头 在这里呢 整个新民广场 现在是不允许 是不允许停车的 刚刚记者也呢 问了一下交警 这个不允许停车的概念是什么呢 以前您可能在这停一分钟以上 但是现在呢 可能在30秒左右 监控录像就会抓拍您 然后对您的违章进行一个处罚 所以说呢 在这里少了很多 这个违章停车的 给这一个路段的交通压力呢 减少了不少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广场当中的这个车流量 还算是比较好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刚才看到第一条片子 我们都知道啊 在这个10月5号开始 整个长春市四环以内 是禁止鸣笛的 记者在这里 炸了能有将近20多分钟了啊 不能说一点鸣笛声听不着 有偶尔还能听到一声两声 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能听到一声两声 但是呢 可以说现在啊 对于这一个路段当中 鸣笛的情况已经减少了不少了 但是在这里 记者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也相信 这些鸣笛的司机 可能在现在来说呢 是不太清楚 现在有这么规定 但是您不清楚 不意味着交警不处罚您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要提醒我们广大的 司机朋友们 您在行驶车辆的时候 只要在四环以内 一定要禁止鸣笛 在这里千万有提醒您 再说一下这个 天色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冬天越来越近了 一点点往冬天走了 这个天色呢 黑的也越来越早了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提醒您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持车距 尤其现在啊 不能鸣笛了 很多司机朋友们 可能说比较着急 但是您再着急 一定要注意 保持车距 保持安全 这是驾驶的 最起码的一个问题啊 在这里呢 还要再说一个事情 就是天气 刚刚我说到了 冬天越来越近了 这也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气温也要越来越低了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 这个广大的观众啊 一定要穿好 增天衣物 您别看我现在 只穿了一个牛仔衣 里面穿了一件卫衣 但是说实话 在这里我已经冷得不行了 因为从今天开始 一直往后 延续三天左右 这个气温呢 会逐渐的降低 尤其是明年开始 最低气温呢 将会到达零下两度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您一定要适量的 增天衣物 在这里还要说的是什么呢 在三天之后 气温会有所回升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也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刻 增天衣物 保持好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一定是您要做的 那其实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路况啊 还是那句话 整个撞盘的路况 也是比较好的 现在这一个道路呢 也不是特别的拥堵 所以说如果选择 在这里进行出行的话 这里可以是 您选择的一个路段 但是一句话 您一定要查好 这个行驶的这个路线 不要拥堵 最后还是那句话 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 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换到演播室 感谢战兵辛苦了 非常详细的介绍 和温馨提示 其实说到这些 习惯性民敌的驾驶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习惯性民敌 被后代反映出来的是 它习惯性的预示先级 那这样比较心急的驾驶员 开车上楼会出现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噪音是小 最重要的 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十一前期长城高速公路 民警就遇到了 这么一位新级的驾驶员 这个驾驶员 看到高速公路的车型 非常的缓慢 于是他就耍了一个小聪明 他跟在了一辆救护车的后面 也就是说 他开上了应急车道 一路上 巡轮民警通过报警机 和车载大喇叭 不断提示前方排队车辆 注意避让 经过近三公里的紧急护送 巡轮民警成功将救护车 快速送离了拥堵路段 然而就在护送的途中 巡轮民警发现 一辆私家车 一直跟在救护车后面 利用警车和救护车 为其开道 达到快速驶离 拥堵路段的目的 在将救护车带到收费站后 民警立即将这辆 跟在后面的私家车拦停 你要请舒适一下 先生驾证 大家赶紧舒适一下 请舒适一下 您先生驾证 在对该车驾驶员 进行询问时 该车驾驶员吴某 矢口否认了 自己的违法行为 在民警对吴某 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后 吴某才承认了自己 占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 最终民警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对吴某实施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 遇交通拥堵 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 依法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 继六分的处罚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 是专门供工程抢险 消防救援 医疗救护 或民警执行 紧急公务等处理 应急事务的车辆使用 为使救援车辆 和救治人员 能够快速到达 而设置的专用通道 社会车辆 只有遇到故障 或事故 不能正常行驶时 才能临时停靠 停靠后 还需立即报警 并摆放警示牌 车上人员 要立即撤到 高速公路护栏外 沈黄都市 一阳编辑报道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会说 这些糊涂事 都是聪明人干的 比如说接下来 这个自作聪明的滴哥 他呢 为了向乘客索要高价 对乘客说 我呢 是赔本赚吆喝 来看看 9月10号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的 执法人员 在对长春机场 洛克平台上 出租车进行检查时发现 一台出租车的驾驶员 神情可疑 一再声称乘客 只给了自己70元的车费 但其机架器 显示金额却有72元 在执法人员的追问 与教育下 这位滴哥说出了实情 通过这台车牌号 为GAZ7088的 出租车驾驶员 所说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 为了向乘客多收些钱 这位滴哥是 又向乘客打感情牌 又玩起 模棱两可 不提机架器收费的套路 但终究没有逃过 执法人员的检查 在现场 执法人员 勒令该驾驶员 向乘客返还了 多收取的车费 你实际收了多少钱 说实话 实际收 收100块钱 收100块钱 把你把多余钱给找回去 他给的那钱 给你什么那钱 你应该出租车 按照啥收费 不知道吗 按照计价器收费 多收一分钱都不行 来从这来过来 来把多余钱给你找回去 根据吉林省城市 公共客运管理条例显示 出租车驾驶员 向乘客所要高价的 很可能会收到 最高5000元的处罚 而针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 向乘客打感情牌 以各种理由 收取高价车费的情况 执法人员也给出了提示 乘客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 只需按照计价器的计费标准 向出租车司机提供车费 就可以 守望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这两天 长春的天很凉 但是家住长春市 万科东湾半岛的杨女士却说 自己的心比天还凉 怎么回事呢 杨女士说前几天 她在家待着好好的 突然接到了供热公司打的电话 说她家呢 存在窃热的行为 这杨女士听得是一头雾水 自家这房子还没入住呢 怎么就窃热了呢 杨女士告诉记者 去年家里开始装修 交了20%的供热费 今年年底打算住进来 想要交全额供热费 但是却被告知 自家私自接管窃热 无法正常缴纳供热费 说要去寄查 说我窃他热了 可是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窃他热了 我这房子也没住 如果我们15号再交不上这个钱 然后就会收我们的质大金 然后同时还要罚我们的款 这样钱管钱 我们就交的更多了 这真是觉得 太不能够承受这个 杨女士说 被告知自家窃热之后 她就来到了热力公司 进行询问 工作人员表示 需要杨女士出示 去年没有入住的证明 杨女士出示了 装修收据上的时间 但是工作人员表示 还是不能完全证明 杨女士家没有窃热 在这期间 杨女士也询问了 童小区的业主 有几位业主表示 他们也是去年交了 20%的公热费 前几天却被告知 自家窃热 与杨女士情况相同 三月份的时候查了说 说我们属于私自接管 现在呢 就是对我们做了一个 这样一个论断 说我们是私自接管 属于切热 所以说需要交罚款 再补交去年的费用 入住什么情况 我家的那个水电煤气 都可以看 现在应该花费的钱 不超过20块钱 记者看到 三家管道井都是锁着的 杨女士说 管道井的钥匙 只有物业供水供热的工作人员有 随后叫来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打开管道井 发现这三家的供热管道都是切断状态 守望都市供热警察队 我是记者刘阔 现在呢 我身边就是这个供热的管道井 可以看到这里面 王女士家1803的这个管道 现在是断开的 那她家需要交说切热的这个罚款 而且还有补齐去年的80% 那现在旁边呢 也是这个供热公司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也想向她了解一下 她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属于切热 等待于我们出版了那个考察完之后 吊酒了解完之后 才能确定她是不是真正的切热 是去年或者今年装修 你可以提供一下今年照片 有供热是给物业了 可能是物业可能啥呢 错断了或者漏断了 他们说要一个问题 15号不是截止缴费了吗 这样交不了 这样的 这一两天就会处理完 好不好 15号能保证你能交上 供热公司表示 去年针对缴纳20% 供热费住户断管的工作 一部分交由了物业 目前还不确定是否是工作人员失误造成 各位业主可以出示去年的水电票据 来作为没有进行切热的证明 守望都市 刘阔 星南报道 相信很多观众还记得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呢 曾经报道过 民生家园小区上百个防盗门被盗的事 两个月过去了 当然这些偷防盗门的人 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但是家族民生小区的居民 依然忧心忡忡 他们说眼看就要入冬了 人被抓了 可是他们偷走的防盗门 还没个着落呢 今年的8月份 由一伙人假接同一换门的名义 来到了民生家园小区 拆掉了该小区的100多个防盗门 事后经居民报警 陆园区分局青年路派出所 立案侦查此事 时隔两个月 记者再次走访了民生家园小区 在现场记者看到 小区的防盗门至今文址还没有按上 小区居民也多次找到社区寻求解决办法 一个是把旧门拿回来按上 但是那个旧门已经烂得不行了 第二种就是说启动物业维护基金 和第三种是居民自己平摊钱 但是说现在这个门并非我个人所为 它是小偷所为 我不能用我从我自己兜里掏钱 去承担小偷的过失 物业维护基金指定是启用不了的 现在由于我们这个门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那会影响我们那个就是生活 包括水管呢或者是采暖的问题 都会影响我们的住宿问题 针对此情况 记者陪同小区居民一起来到了 长州市陆园区 青年路接到办事处 可以现金满门 也可以这个动用贵贵基金 如果说不同意条项 我们有预案 包含预案有 一个是咱们那个保障咱们 那个楼道里面的供暖管道 和咱们资料水管道不动 开始我们就聘请了两个工程专家 我们反复到现场看过 然后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让得不动 再加上安门链子 现在就是这两个措施 针对民生家园丢门事件呢 现在已经确定是盗窃行为 同时呢我们正在爱家爱户走户 然后呢做民意调查 就是希望居民在小偷没有赔偿之前 能够自发的就是把这个门安上 在咱们城市管理工作方面呢 就是说就是有一部分是属于居民自尾范围的 那么从单元门往里到楼道里面 这是都是这个十几户居民共有的财产 那么这个损坏了还是被偷了 都是他们自己来负责的 弯达商和我牧场纯牛奶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买球皮皮衣如浮 就到好望角 好望角皮草城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奔腾二酒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一摄氏度 白晨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松原晴零下一到零上九摄氏度 四瓶晴零下三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辽原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吉林晴零到十摄氏度 通话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一摄氏度 白晨多云零下三到零上十摄氏度 延级晴转多云一到十一摄氏度 长白晨晴零下四到零上七摄氏度 长春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一摄氏度 金龙鱼农香奔榨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买球皮皮衣羽绒服 助到好望角好望角皮草城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十七年前健康男婴背弃长春市双山村 荷兰夫妻将其收养回国 为子寻根 全家人两次来到长春 无奈当地改建 线索渺茫 跨越万里的寻心路 守王都市 今日播出 农安珠宝店深夜被盗民警四十小时成功抓捕嫌疑人 我们当时是兵分两路的 就是说的那个一部分沿着犯罪嫌疑人离开的那个线路往下去侦查 另一方面派一组人呢就是说的那沿着那个犯罪嫌疑人来的时候的那个路线进行那个视频追踪 男子持铁篮头车内欲行凶司机勇斗歹徒重伤入院 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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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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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电视屏幕破裂 客户索赔一波三折 我也表明我的态度就是我不想要钱 我只想要一个电视 因为这个平费费用 可以花个平 这个平费费用呢 我给它出发 买好钻 坏碎楼 坏丑的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一栋光宽带 一万家庭都信赖 一栋光宽带一万家庭都信赖 欢迎继续关注爽都市 同时一栋守望的网络直播 也正在通过集市通 今日头条 新浪微博 一直播 应可直播 同步播出 欢迎你拿出手机 与我们互动起来 前段时间 一名男子来到长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办理业务时 这民警发现 这位是一名伤人后潜逃的网上逃犯 于是民警一边稳住这名嫌疑人 一边暗中联系同事 最终将其成功抓获 9月21日上午 一名男子来到长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办理业务 他所驾驶的车辆 存在私自变造外形的交通违法行为 民警在查询男子的身份信息时 发现了异常状况 收入他的身份账号 系统报警 提示为网头 电脑报警 窗口内勤民警 首先联系到了朝阳区交警大队 秩序科 秩序科交警来到业务大厅 对男子讲 有信息需要核实 将其带进办公室 在稳住嫌疑人的同时 交警联系辖去派出所 派出所的同志 对他身份进行进一步核查 发现他是在沈阳被上网 确认网头嫌疑人的身份后 交警对男子采取了强制措施 面对民警的问讯 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沈阳旅游时 与他人发生纠纷 将别人打伤 然后回到长春 男子伤人后潜逃 涉嫌故意伤害 被沈阳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嫌疑人来交警队办业务 被逮了个正着 随后交警将男子 送到桂林路派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目前嫌疑人已移交沈阳警方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同样是一起案件 9月12号 农安县一家珠宝店 在深夜被盗了 大约价值310万元的 金饰品被盗走 警方经过近40个小时的 缜密侦查 在9月14号凌晨 长工将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9月12号早上7点12分 农安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 农安镇某珠宝店被盗 珠宝店一楼的后窗户 钢筋被割断 室内一楼玻璃柜台里的 约800件黄金钻石等 贵重首饰被盗走 同时被盗现金1.1万元 总价值人民币310万元 案件发生后 长城市公安局立即组织 警力展开调查 并通过室内的监控录像 掌握了嫌疑人的 基本体貌特征 他把这个金链呢 翻一遍之后 看一遍之后 反对嫌疑人就去调 规动物品 开始盗窃 通过现场勘察 即监控视频的调取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 是一名经过细心伪装 身高1米7左右的男子 作案后乘坐一台出租车 向南逃走 当天下午4点多 侦察员找到搭载 嫌疑人离开的出租车司机 据司机反映 犯罪嫌疑人是当天 凌晨3点30分左右 在案发现场附近上的车 随后在长城市远东批发市场 附近下车 整个乘车过程中 嫌疑人既没有去掉伪装 也没有和司机交流 我们当时是兵分两路的 就是说的那个一部分 沿着犯罪嫌疑人离开的 那个线路往下去侦察 另一方面派一组人 就是说的那沿着 那个犯罪嫌疑人 当时侵入现场的时候的 来的时候的那个路线 进行那个视频追踪 民警在对嫌疑人 前往现场路线进行追踪时发现 其最初的踪迹 是从一家网吧出现的 民警排查发现 一登记名字为赵阳的男子 9月11号下午4点左右 带着墨镜至网吧上网 12号0点36分离开 专案组立即锁定该男子 经核实 他的真实身份为克某 吉林省榆树市人 有两次盗窃前科 于2018年6月31号刑满释放 经对比克某与盗窃现场视频 显人面部特征高度相似 且克某自网吧出来时间 与嫌疑人到达现场时间 时间差也基本吻合 案发15小时后 克某被确定为本案重大嫌疑人 经分析研判 民警推测 克某很可能向大连市逃窜 专案组立即连夜赶赴大连 在大连民警的配合下 9月14号0点27分 抓捕组在大连市中山区 某喜遇会馆内将犯罪嫌疑人 克某抓获 当场收缴部分赃物赃款35万余元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中阶一黄金回收点将盗窃的黄金 以每克230元的价格 卖给老板侯某 得赃款35万元 然后他带着钻石准备到大连市销赃 根据克某交代 警方在农安稍购镇的藏匿点 找到了被盗的54枚钻戒 和6条金项链 同时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 嫌疑人侯某抓获 至此农安县912特大黄金珠宝盗窃案 宣告破获 目前克某红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首阳都市报道 最近几天啊 一段发生在重庆公交车上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 一名男子啊 挥舞着榔头在公交车上是大吼大叫 同时呢 还控制了一名小女孩 随后画面中 公交车驾驶员是双手捂着头 满脸是血 现场的画面 真是让人看着就胆震心惊啊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891路公交车上 男子的情绪激动 不断地吼叫着让驾驶员下车 车上还传来小女孩的哭声 驾驶员一边退让 一边把小女孩从男子的身边抢了过来 在西南医院急救部 记者见到了视频中的891路公交车的驾驶员 樊师傅 他的头部两处骨折 还伴有脑震荡 据了解 事情发生在10月10号下午的6点钟 驾驶员樊师傅介绍 当时他驾车从新桥往李家驼方向行驶 在九龙坡九龙镇的锦龙路公交站上下课的时候 这名男子手持榔头上了车 上了车都走在后头 就吊了一个都是我家室后面的位置 有个坐了个小女孩 都吊起我小女孩 男头 逼到小妹妹那个 那个头部 都说 哎 我去杠杆已经杀了三个人了 哎 你们全部下车 和我马上下车 车上的乘客见状 赶紧从后门下了车 樊师傅试图劝说男子 但对方根本不予理会 还抓着小女孩威胁樊师傅 小女孩哭的是撕心裂肺 樊师傅一边安抚男子 一边准备慢慢地退下车 不过在离开驾驶室的时候 樊师傅趁男子不备 迅速地抓住小女孩的手 樊师傅护着小女孩下了车 自己却被恼羞成怒的男子砸中头部 离开公交车两个人总算是暂时脱了血 不过樊师傅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在车下观望 因为从男子逼他下车开始 樊师傅心里就有了警惕 樊师傅早就有预感 这个男子啊想要抢车 果然啊这事还没完 男子自己坐进了驾驶室 一阵的鼓道 想要发动车辆 但是没能成功 因为冷静的樊师傅 在一片慌乱之中 早就留了一手 如果公交车真的被男子抢走 那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不出所料 男子始终没能发动汽车 气急败坏之下 男子拿着榔头 又冲下了公交车 朝车门外的樊师傅杂取 因为这时啊 樊师傅一直没有逃避 而是守在公交车旁 一直在观察这名男子的一举一动 樊师傅的头部又挨了两郎头 在抵抗的过程中 手臂也受了伤 男子随后逃离了现场 樊师傅头上一共挨了三郎头 是几乎晕厥 被随后赶来的民警送去了医院 那这伤人者说的已经伤了几人 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啊 在公交车的风波之前 这名行修男子已经在附近 砸伤了一名中年女子和三个小孩了 根据九龙坡警方通报 男子当天在景龙路公交站 袭击了三名后车的学生 和一名家长 听到那个潮是吗 我们都来看 看到过后都是那个 都是在打那个女的 那娃儿都在下面坐起的 刚好看到打那个女的 打了好几下 那个女的哪里到了吗 打的头啊 就是那个是 哦那个原来是很学 那我说我们就是那些 觉得是哪个的吗 那个娃儿嘛 好难 都四年级一般给 是个男娃儿吗 男娃儿呢 他打了过后 我都看到他从那儿出来 从那儿走 当时呢围观的群众立刻报了警 有好心人开车 把三名伤者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当天下午6点50左右 该男子在李嘉陀大桥北桥头 被九龙坡警方抓获 据了解 男子姓李 44岁 九龙坡人 李某曾因盗窃 爬窃 吸毒 多次被刑事 治安处罚 这次袭击五人 是因为家庭变故 酒后泄愤 目前的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李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而樊师傅面对铁狼头 奋不顾身救孩子 保住了公交车 没被开走 自己呢 却受了重伤 好多人看到 鲜血把他的工作服都染红了 樊师傅有勇有谋 让人赞叹不已 因为他说我们车上山 我做一个家 说我首先要保护神科山 首先要救那个小伙子 把他最后一个神科 我都把他拿去 把他救下去 樊师傅坚守岗位保护乘客 真的是对自己职业的最大尊重 真的该向他学习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今天的微视频 最近高速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 在高速公路四平段 有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高速的应急车道上 下来四个男子是一顿忙活蹲在路边 民警问了你这高速上 车来来往往的 你是要闹哪样啊 结果司机的回答也是亮了 咱们来听听 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一顿忙活 真是干啥呢 车辆已经违停了 违停了正常处罚 这276分 你给他停车干啥呢 一车人给他刮 看来他们是要今晚吃鸡 一只200块钱扣6分的鸡 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站住 以为演电影呢 真是护肤心切 女子为了掩护酒驾的丈夫逃跑 感情好这没毛病 但是你这户的不是地方吗 下面这名男子就有点坑漆 这怎么还开着开着就翻了 你这我酒车 那酒车 是的 这不是你开车 我老婆开车走 我叫他过来主理 我说不要走 本来就是我说你没关系 你接我的也没关系 周某一直不肯承认 是自己开车 并撑是自己的老婆开了车 因为老婆发生失误 害怕 然后就跑了 编了一大堆的好话 大难临头 我先飞的架势太没担当了 这老婆呀 我估计没事 得总替她背锅吧 你到屋里边了 你站住我位置 下面这位勇于报警 你不是报警来吗 我们到了 走走走 我拿啥子 我不是啥子 这啥子 我又报警 在哪里啥子 他家里拿着 我又等你去吧 报警那时候 他这个朋友 喝就喝了不少 然后呢 感觉自己回家不安全 这个想做一场免费的警惕 民警不仅让他免费坐车 还送了他十天的住宿 警察叔叔送你的大礼包 请收好 不谢 十七年前 健康男婴 被弃长春市双山村 荷兰夫妻将其收养回国 为子寻根 全家人两次来到长春 无奈当地改建 线索渺茫 当时我妈妈发现的时候 刚出生当然也一种 跨越万里的寻心路 守望多事 今日播出 优积电视屏幕破裂 客户索赔 一波三折 我也表明我的态度 就是我不想要钱 我只想要一个电视 因为一个屏幕费用 可以画个屏幕 这个屏幕的费用呢 我给它承担 移动公关带 一般家庭都信赖 对于荣基林好家风 您的金融小伙伴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守望都市 同时也提醒您 我们的移动守望的 网络直播呢 正在通过吉时通 近日头条 新浪微博 一直播和硬客 网络客户端 同时播出 邀请您拿出手机 参与互动 相信很多人在小的时候 都问过父母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从哪来的 那接下来新闻当中的 这个主人公也是如此 最近呢 我们栏目组 就接到了一对来自 荷兰的夫妇 打来的求助电话 说十多年前呢 他们在长春 收养了一名 被遗弃的健康男婴 现在孩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迫切地 想要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但是由于时间过于久远 男孩当初 被遗弃的地方 已经改建 他们为此 也不止一次地 来到长春 但非常遗憾 都没有获得有效的线索 现在呢 也希望通过 大家的力量 帮助这个生活 在荷兰的长春男孩 找到自己的亲人 画面中的这名男孩 中文名叫长福霜 2001年12月25号 长福霜被遗弃在 长春市朝阳区 大屯镇 双山村 更加有访问前 当地村民送数波 发现了他 站转之下 长福霜被送到了 长春市社会福利院 当时远在荷兰的密克女士 由于无法生育 又喜欢中国的文化 于是通过相关组织 在机缘巧合下 把长福霜 领养到了荷兰 如今 长福霜已经是一名高中生 外形俊朗 身体健康 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到 自己在中国的亲生父母 在这个荷兰家庭当中 长福霜的姐姐 也来自中国 由密克夫妇 在2001年 从福建联养回国 在今年4月 密克帮助大女儿 找到了她在中国的 亲生父母 这次 他们希望同样的奇迹 能在长福霜的身上发生 我的名字是Linden 我爱我的年轻兄弟 我希望他会找到 他的父母 我的名字是米克 我是Tim的母亲 我们也不怕 他会离开我们 他有一个好和幸福的生命 我们爱他 所以我们支持他 这就是我们的努力 为了找到 长福霜的亲生父母 密克一家 曾在2012年和今年 两次来到长春 他们从长春市社会福利院 了解到 当年长福霜被发现的地点 双山村 已经重新建设 现在叫做 耿家和派新居 在经过多方打听之后 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我们也从发现者那里了解到 当年长福霜被遗弃的地点 在长春市双山村的 更加有访 在当年 从公路走入乡道 便能看见一座 瓷砖相继的砖瓦房 长福霜是被遗弃在 这户人家的水泥台阶上 密克也和我们说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坚持帮助长福霜 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找到亲生父母之后 长福霜仍然会生活在荷兰 不会给中国的父母 造成任何负担 如果长福霜的亲生父母 看到了这则新闻 也可以私下与密克进行联系 密克表示 会保护您的隐私 爽都市报道 这两天 长春市民孙女士 为自己游寄的一台电视机 操碎了心 孙女士说 10月5号那天 自己通过顺风速运 从长春往天津 邮寄了一台价值 5000多块钱的电视机 可没想到 电视机游寄到天津之后 屏幕却出现了破裂 为此孙女士找到了快递公司 可快递公司却表示 只能赔付500块钱 我是10月5号 通过顺风快递 从长春邮到天津 一个三星取面的电视 当时是花50001点买的 当天它是上门取货的 当时快递就在现场的 我就试了一下 这电视是好的 然后快递二什么都没说 也没让我添任何票据 就是取完货就把电视拿走了 据孙女士说 寄件寄出后 她便安心等待 可等到10月7号 寄件到达天津后 她却上火了 10月7号到天津 接的货 然后查电的时候 电视就坏了 随后 孙女士也向记者提供了电视机 被邮寄到天津时拍下的照片 照片中清晰看到 电视机的屏幕出现了裂痕 而打开电视后 也只能显示一半图像 孙女士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后 她也找到了快递公司 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随后 记者陪同孙女士 来到位于二道区 铜康路的顺丰宿运 对于此事 电方负责人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随后 记者又通过快递公司工作人员 要到了吉林省顺丰宿地 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 王先生的电话 守王都市 其实孙女士的遭遇 是给大家提个醒 在邮寄贵重物品之前 不妨向快递公司 询问一下保价 签订一个保单 或许就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说到麻烦 长州市民王女士觉得 现在自己住的这房子 就挺麻烦 怎么回事呢 2016年6月 长州市民王女士 在北湖新兴与 河运小区买了一套新房 可去年冬天 王女士就发现 次家的墙面出现了裂痕 紧接着这厨房的瓷砖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开裂的迹象 才住两年的房子 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王女士认为 开发商应该对此负责 买的时候 是2016年10月份交的房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开始装修 然后等夏天的时候 就是17年冬天的时候 就发现墙体 也有不同的裂味 就是而且还挺多的 王女士表示 她家装修没多久 厨房的部分瓷砖 已经裂开 给她造成了很大损失 据王女士讲 小区的很多业主 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房子吧 就装修就开始裂了 心里头柱子也不舒服 墙体的话 你说得有多大的张力 才能把那个池砖 给她撑坏了 找过那个地产 就是来我家 看过很多次了 到现在迟迟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住户们表示 房屋交房还不到两年 按照规定 在质保范围内 开发商应该承担责任 为了核实情况 记者陪同王女士 来到开发商办公室 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 墙体裂缝是质量通病 不会影响安全居住 针对业主们的情况 他们也提出维修方案 业主们表示 他们会和开发商 进一步协商解决 开发商表示 他们会按照房屋质保规定 对业主墙体裂缝问题 进行合理维修 守望都市西然冒宣报道 不论是居住的房屋 还是购买的商品 大家都不希望出现质量的问题 那近期我们看到 长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对长治市部分网络销售的热点商品 展开了质量检测 对不合格商品进行了攻势 我们来看一下 长治市工商局 不断扩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范围 从去年开始 加大了对网络销售商品的监管力度 实现了线上线下 商品质量监管一体化 常态化 据了解 本次抽检主要以网络销售的 儿童服装 铜鞋 玩具 家电和床上用品 等五大类热点商品为重点 开展了网络商品质检抽检工作 目前已经抽检商品36个批次 重点检测项目有甲醛 致癌物 重金属等多项指标 其中四个批次商品被检测机构判定为不合格 分别为吉林全发商贸有限公司 全发母婴专营店的石农比铜鞋 南关区爱米母婴用品店的电炖锅 长春市密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库企业店的儿童双层加融打底库 以及长春市密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库企业店的儿童加融打底库 对发现的不合格商品 我局已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 对涉嫌违法的商家依法予以查处 将不合格商品信息通过市工商局官方网站 向社会公事 并通报给生产厂家所在地 治监部门 长春市工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时应注意查看商品标识 合格证发现疑似假冒伪类商品 请拨打工商局12315举报电话进行投诉 守望都市战兵宇峰报道 移动观光带 亿万家庭都新来 欢迎继续关注守望都市 同时移动守望的网络直播 也正在通过集市通 新的头条 向来微博 一直播 应可直播同步播出 欢迎你拿着手机 与我们互动起来 10月8号 白神市府松县一居民 在松江河公园 这成练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鹰 经过动物专家辨认 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笋 那目前小家伙状态怎样 又是因为什么受伤的呢 咱们来看一下 10月8号早上7点 在接到晨练居民的报警后 锦临省松江河森林公安分局 第一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赶到了松江河森林公园 发现这只小鹰正在地上不停挣扎 经检查 其左侧翅膀下侧有明显伤口 随即民警一边将其带回派出所 进行妥善救治 一边与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动物学专家取得联系 通过查看照片 专家指出 该受伤小鹰为洪损 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若不及时救治 可能会造成死亡 民警急忙向驻地的兽医站寻求帮助 在居民 医生 民警的共同努力下 受伤的红笋成功得到救治 目前这只红笋在松江河森林公安分局第一派出所内 由民警细心照看为养 待其伤好后将放归自然 呼吁广大临去行动 爱惜和保护也成动物 首昂都市印得王超 森林公安张南报道 一直以来咱们报道 高速公路上围停的案例都已小轿车居多 今天咱们来看看这大货车的围停状况 这种体型的巨大车辆 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停车 那对后面的车辆影响相当严重 很可能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9月19号下午2年20 德惠分局的民警在视频巡逻时 发现在金哈高速德惠收费站的出口处 一辆运输收割机的小型货车 停在了应急车道内 且未采取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 此时路面车流较大 情况十分危险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四分钟后又有两台同类型车辆 停在了第一台尾停车辆的后面 后勤短暂停留 三台车驶往了德惠收费站 经站口的执行民警询问 这三台车是结伴从辽宁省去 往黑龙江省的 车上装载的是水道收割机 准备进行收割水道的跨区域作业 其中第一台车因为同行时 未掌握好前后车的时间 提前到达了德惠出口 为了等待后车 便将车停在了路边 按照国家规定 这种车辆在高速公路上 是免收同行费的 但违法事实已经形成 处罚是一定要执行的 民警依法对三辆车的驾驶员 分别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G6分的处罚 10月9号下午3点半 白城分局的民警通过视频监控 看到一蓝一红两辆大货车 向白城东收费站出口杂道驶来 当蓝车快要驶入杂道时 后面红车不停地闪烁灯光 蓝车发现后 便将车停在了杂道入口处 红车缓缓地向其靠近 随后停车 就这样两辆大货车 一半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一半停在了行车道上 而就在这一过程中 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 两辆尾停的大货车 对过往车辆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两车大概停了两分钟左右 后面的红车便到向 红木高速长春方向继续行驶 蓝色大货车也尾随红车离开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民警对两辆大货车 实施的非紧急情况下 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 停止的违法行为 分别给予罚款200元 驾驶证G6分的处罚 在此高速公安提醒各位驾驶员 出行前请规划好行车路线 熟悉索性路线 高速公路上车速很快 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停车倒车 后方车辆很容易因为 避让不及时而发生追尾 同时也容易引发连环追尾事故 所以一定不要在高速公路 以及杂道上停车倒车逆行 手上都市易阳编辑报道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交通违法行为 这不是典型的我走你的路 让你无路可走吗 那今天交通违法曝光台 咱们来看看这个不走寻常路的情况 在长城市公安局交准支队 提供的交通违法设路图片中 我们看到一辆银灰色面包车 在行驶至正阳街与绵阳路交回处时 拧押路中实现通行 一辆机动车占用两条车道 我们看到当时该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该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 影响了该路段整体的通行秩序 在长城市浦阳街市正邪门前 一辆机动车碾压路中实现通行 我们看到该车辆应该是需要并线进入导向车道 但并没有选择再虚线处并线 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将被处以100元罚款 加持证不计分的出发 加持证不计分的出发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省外 喝多酒闹事的丑态百出的新闻 我们也报道过少 你也看过不少 不过像下面这位这么离谱的实在是不多 前两天西安医名男子喝大了 不仅大闹医院 而且还对医生动起了手 接下来还对警察也动起了手 当然他对自己所做的行为 要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谢某当天和十几个人喝醉酒以后 他不知道手是怎么受伤的 当时已经包扎过了 就要求打电话 医生说是帮他剥垒 或者让他再使用 结果他就直接一拳打在了 这个医生的右脸颊上 眼看谢某这猖狂劲 一时半会儿下不去 医院拨打了110 而谢某同样没把民警放在眼里 不仅对民警直手画脚 还满嘴跑货车 去的长风 被劫持了 那刚进来了 你到底在那被劫持了 在贾勒迷害 在那 贾勒迷害 贾勒迷害 贾勒迷害在那 你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你觉得贾勒迷害你都不惯了 中国人都可以不惯了是吧 贾勒迷害在那 哥们儿谁人把这个音录一下 你可以不管是吧 民警决定带谢某回派出所行酒 可谢某却仍然在医院门口大放厥词 刚才还要求民警去加勒比帮他救人 这会儿自己又成了嫉妒英雄 喝多了的谢某戏可真多 真不知道当天他喝了多少 而这还没完呢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 觉得也很诧异 他说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以前都没有发生过 酒后这样子发疯的行为 最后谢某以防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对他非常后悔 以后一定要借酒 弯达山黑我牧场纯牛奶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风前雷铃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买球皮皮衣羽绒服 就到好望角 好望角皮草城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晨 长春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一摄氏度 白城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松原晴零下一到零上九摄氏度 四平晴零下三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辽原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吉林晴零到十摄氏度 通话晴零下一到零上十一摄氏度 白山多云零下三到零上十摄氏度 延级晴转多云一到十一摄氏度 长白山请零下四到零上七摄氏度 长春请零下一到零上十一摄氏度 省内首家A加级吉利4S店 长春家业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抱胎不失控 瑞峰S7超级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买球皮皮皮衣羽绒服 就到好望角 好望角皮草城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就在直播的水旺都市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网络主播了 看看网友们都在关心些什么 手机开手望陪伴零距离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荣物媒体演播室 我是乐乐 大家晚上好 我是石搜 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其实和大家说一个新规 就是长春的四环内禁止铭笛 第一点检查已经上线了 没错 就长这个样 在这个我们刚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片子 包括推文的时候 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是 这个所谓四环区域内 都是哪些区域 蓝色的这个合围部分之内 就是长春式的四环区域之内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大家对这个就特别关心 这个新上的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是在我们平时的 这个常见的摄像头旁边 又增加了一个声纳采集设备 同时与这个之前所应用的 这个违法取证相机相联动使用 实现了违法名敌的可视化照片 石搜能这么解释吗 就是这个原来那个抓拍系统 是照相机和摄像 它是有像眼睛吗 对 这个呢 它是声控 声控其实它就是耳朵 对 如果一旦听到你有违法名敌的 这个违章行为 它就会给你测出来 然后用拍照系统给你拍下 你撤出来 而且这个声纳采集的这个设备啊 它这个精准度很高 它会自动过滤掉这个马路上的其他噪音 然后呢 在这么多车当中呢 它这个利用这个这个它的技术 能够很精准的定到你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 应该是不会抓拍错 那就是 我也想到这个会很轻啊 你说俩人一起 谁生辣血谁啊 那就是两个应该都一起能拍下来吗 它能同步兼 兼 兼 同时进去吗 应该是会的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 可能是 更多的是为了 让它在出行的时候 把它给它出行安全 当然